为庆祝93军人节 国防部于一日在高雄澄清湖棒球场举办向英雄致敬 职棒活动由参谋总长李尚将主持 活动中有陆战区全队IDF以大演队型飞跃场区等动态演出 及陆战队及嘉一女中阅仪队共同演出 并邀请国军凯模驾驶AAV7模型车及国军形象连续剧 最好的选择男女主角担任开球嘉宾活动精彩吸引众人目光 国防部表示这次活动结合帮运英雄与国军英雄正面形象 宣扬国军守护国人求援守护球迷的精神 活动邀请国军凯模官兵代表眷属及弱势团体共襄盛举 其能借此对内激励国军官兵士气及荣誉感 对外使民众了解国军情绪精炼成果彰显军人价值 共享国军荣耀新宿正面形象 活动同时与球场外设置迷你天堂录 VR虚拟实境及国军装备体验等八个互动战区 让民众透过游戏装备操作等亲身参与认识国军装备 了解官兵平时勤询精炼的过程 国防部更精心安排各项精彩绝伦的动态活动 包括人形气偶暖场 海军陆战队举全队表演 陆军航特部个型直升机及空军 IDF战机编队冲场及全国高中直校一队 阵赛中成绩优异的嘉义女忠乐仪队与陆战乐仪队共同演出 最后由海军穿着白色病适军长服举护巨型国旗进场 并有口租画家杨恩典高雄六归玉又愿同级陆军官校学生 带领全场人员唱国歌 国防部表示期盼借由这次活动 未免国军官兵的辛劳 同时让国人了解国军永远是人民的守护者 彰显军人价值提升军人形象 进而使国人认同国防支持国军 忠实